东京城遗址 这边就是天佑门 这边是曾经京都的大门 是诺哈市在1622年在辽阳修建的都城 这边就是一段城门 应该也是现代建筑的 东京城遗址 在1625年诺哈市在东京城宣布迁都沈阳 为了营建那个沈阳宫殿 他将东京城这个城楼砖 还有木料全部运往沈阳 现在只剩下这个天佑门和城墙 这个基土遗址了 看看这些砖 青砖 好像是诺哈市那个时期的 因为以前那个都城啊 就是定在这个辽阳这边 诺哈市那时候 他这个城的布局啊 为这个方形 设有二门长800米 周长是3600米 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故宫这个规模了 因为诺哈市那个时期属于后金 离现在已经三四百年历史了 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城楼了 其他的遗址不存在了 所以说这个城墙后面就是这个宫殿了 就是故宫遗址 就包括前面这一片区域 想想当年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的繁华呀 因为它是都城嘛 所以说历史上的好多宫殿都不存在了 比如说大明宫 卫阳宫 由于年代久远 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啊 大部分都毁于战火 这边有个牌 阳宁庙 八角殿遗址 回远门 因为当时在古代建都城来说 这个都城建好旅后要修外围墙的 当时这个东京城这个外围墙是十米高 把整个这个故宫圈在里面 这边风景还挺好的 绿化非常好 在我前面就是东京城娘娘庙遗址 这个遗址也是努尔哈士时期修建的 可能当时也在这个都城里面 看看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想想当年的这个地方 不知道有多少个王公贵族在这边走过呀 时代的变迁 这边就是八角殿遗址啊 八角殿既努尔哈士办事的大衙门 正对东京城天佑门 东西宽46米 南美长60米 面积约2760平方米 所以说这个殿是非常非常大的 应该是主殿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大殿是T式辉红啊 一共有16根大柱子 所以说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 现在这个城址基本上都圈起来了 属于保护范围之内的 我一来到这种古代遗址的地方就感慨特别多 想想当时每个人都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大街小巷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一片繁华的街道 一片繁华的景象啊 做买做卖的商人 茶馆饭馆非常热闹 如今千年历史过去了 当初的遗迹和繁华早已经烟消云散了 曾经的人又有谁记得他们呢 就好像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早已经是物是云非呀 一点遗迹都没有留下呀 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所以说当时建的再好的宫殿 再好的建筑物 也经历不过这个岁月的沧桑啊 我们今天生活在的这个地方 大都市 高楼大厦 那么百年以后呢 这些高楼可能也会残破掉 坍塌掉 那么千年以后呢 就是说一点人类生活的遗迹都找不到了 全部像这样一样 长满荒草 就像这个东京城遗址一样 那么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繁华的呀 好多的建筑 再看看如今 这才几百年时间呢 什么都没了 都是一堆荒草 生前你争我抢 一点意义没有啊 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 好好活着 现在我走这个地方啊 都属于这个东京城遗址范围之内的 但是这个城墙遗址应该是在外围 那城墙多建过啊 都是用大清砖砌的 十米高 那也经历不过岁月的沧桑变化呀 曾经繁华已不见 如今坟墓 长满草 任何事物都有消亡的那一天呢 不可能是永存的 这个遗址好大呀 我已经在这里面转了半天了 德圣门遗址 福圣门遗址 内置门遗址 这里面好大呀 那么这个皇宫的布局啊 是非常严谨的 我这不转了 这不行 这里面太大了 转不过来呀 前殿 中殿 后殿 然后在 左右两侧还有 很多的建筑 后殿就是皇帝跟皇后休息的地方 而且呢 这个故宫里面还有 御花园 就是说皇帝下班以后啊 没事溜达的地方 像那个后花园可以干嘛呀 可以欣赏 一些花草树 还有鱼 然后再坐在凉亭之下 没事的时候 打个地主了 打个麻将 就是娱乐的地方 如果要来的话 可以在这里面外面转吧 看看古代的遗址 看看多些呀 这边还有 这里面环境真的挺好啊 绿化非常多 全部都是草 空气也非常好 适合晚上把事来这边走一走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又到天佑门这个地方了 这是最后保存的一个 城楼的遗址 现在只有这个城楼 诉说着那段 幽远的历史 谢谢大家